上节课我们在shuffle的节奏律动基础之上 我们讲了讲怎么去用所谓的万能乐剧 去发展出一些变化的东西来 这期课我们进步来看一看 加快速度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下面我们把速度加快 我们把速度提高到比较快的一个速度 提高到一个boogie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范围 比如说速度是180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可以慢一点 从120慢慢的往上加 加到130加140然后慢慢加到180 千万不要在一个你掌握不了的速度上 你去玩命的去试 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是很难掌握它的明白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技巧 就是由慢到快 慢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你能够清晰的把每一个音的位置找准了 先把音的位置节奏的那个点做准确了 然后再慢慢加快 OK现在我们基于boogie的这个基本的吸吸吹吹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怎么做一些其他的变奏 同样我们可以加入一些旋律音在里面 比如像这样 好像听起来有旋律了对吧 其实我吹我刚才还是吸吸吹吹 吸吹没有我的吹吸习惯没有改 我做的是这几个音听一听啊 咪咪 吸第三孔 吹第四孔发 然后吸第五孔 然后再吹第三孔 然后做切分音你可以 慢一点啊 明白吗 做筷子的话就是 明白吧 你可以像我最后这样加入更多的切分音 基于这个基本原理呢 我们其实可以做更多的音 按到我们这个吸吸吹吹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呼吸习惯当中 比如说像这个乐句 你听起来就有一定的迷惑性 好像一直在刀 对吧 但实际上我还是在吸吸吹吹 不过我吸的是第二孔的刀 吹呢是第三孔的那个刀 吸第二孔 然后吹第三孔 吸第二孔 吹第三孔 快的话就是 明白了吧 就产生了一种错觉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吸吸吹吹 但注意到了 我一直在用舌吐这个技巧 我们在演奏这个乐句的时候 用舌吐是非常好听的 但如果你不会舌吐呢 也可以 稍微差点事对吧 所以舌吐在演奏Blues当中还是很必要的 大家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到我的微信的口琴课 到微信搜小程序口琴课 里面有我做的专门的特别系统的教程 OK希望大家能多支持 OK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变化 无穷多的变化 你还可以给它赋予强弱 赋予音色的变化 你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对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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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刚才所用到的这个呼吸 只有一种就是吸吸吹吹 充其量再加一个切分音对吧 吸吸吹 吸吸吹吹吹 吸吸吹吹吸吹吸吸吹 吸吸吹吹 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做出这么多丰富的变化 然后但是呢 大家千万不要僵化的把它一直做成吸吸吹吹 认为我们只能做吸吸吹吹 当然不是了 我们要根据我们想演奏的乐句 我们去把这个音做长 我们去改变这个吸吸吹吹的这个乐句 你开始可以这样 因每两个小节为一个单位 一个小节你去吹你想吹的任何旋律 剩下一个小节去吹 明白吧 我们把速度还是放回去 我们还是用suffle 我们用一个110的suffle去做 OK 我们先熟悉节奏 然后把它先把节奏做出来 1 2 3 4 好旋律出来 听明白了吗 我是每两个小节我会变一下 一个小节我去吹旋律 两个小节我回到我的这个节奏 同样你在180速度上的boogie也适合这样 明白吗 而且你可以大胆的放开去吹 不用去想具体自己在吹什么旋律 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呼吸习惯去很好的把它节奏律动表达出来 但是这么说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旋律不讲究 旋律是很讲究的 那是我们后面要说的东西 我们掌握更多的音阶 我们掌握更多的技巧之后 我们更好的把旋律安排进去 但这节课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先吹起来 感受一下布鲁斯的节奏律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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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